前總統 前總統馬英九跟基隆市長謝國良來到基隆廟口 沿途跟民眾和攤商打招呼互動 獲得民眾的熱烈歡迎 紛紛為市長謝國良加油 隨後前總統馬英九跟市長謝國良 一起進入奠祭宮參拜 祈求基隆風調與順國泰民安 讓基隆人賺大錢 馬前總統 基隆市市長謝國良 敬全體貴賓的人 向奠祭宮開康聖皇 吉本宮宋慧尊人 及山上江旅 一上江 再上江 山上江 也希望我們現在的市長 我們謝市長能夠追隨他們的鳥籠 希望建設的項目 大家都對嗎對嗎 所以說我們在他的努力上 進一步的把這個城市在北台灣 打造成一個模範的現實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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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英九 馬英九跟謝國良也強調 面對這第一次的罷免案 民眾都非常陌生 需要有更多的時間來宣講說明 也呼籲市民朋友要踴躍出來投票 投下不同意罷免 謝謝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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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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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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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好的市長 讓他好好做下去 不要罷免他 好不好 好 我剛剛講的話 沒什麼大學問 不過呢 還是請各位回家之後 告訴大家這什麼意思 好不好 絕對 絕對不能罷免 這是一個好人 這是一個能幹的人 做了很多好事 不管是從老的小的 他都在幫忙 你罷免他只有一個理由 你不喜歡他 你為什麼不喜歡他 因為他當你的市長 把你的位置搶到了 對不對啊 所以 所以 各位 千萬不能夠上當 千萬不能夠去罷免 好不好 好 最後呢 最後呢 大家可能還沒有吃飯 希望大家想清楚 然後告訴你的朋友 告訴你的親戚 再過差不多快一個月吧 一個月就要投票了 在這段時間前 拜託到處走動 告訴有投票權的民眾 支持薛國良 反對罷免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在周末的時候 當然必須要來宣傳 我們的不同意罷免 現在還有很多市民 根本不是很清楚 這個票到底要怎麼投 這個是中選會 急急著就想把投票日期提前 然後趕快趁 基隆民眾都還搞不清楚的時候 就趕快把這個票投完了 因為他們了解 只要民眾越了解這張選票 跟它的意義 跟一定要出來投這一票的話 他們獲勝的機會 他們獲勝的機會就會不斷的降低 甚至就不可能會贏 所以他們可以預見得到 會不斷的想辦法 用各種方式把這場選舉提前 目的就是不讓基隆的民眾 了解到他們從未投過的這一票 代表這是什麼意義 這次前總統馬英九跟市長謝國良 也到廟口名攤品嘗滷肉飯跟肉羹湯 市長謝國良吃了一碗半的滷肉飯 前總統馬英九把肉羹湯都喝完 不斷地說基隆廟口小吃超讚 陪同的市議員韓世玉也說 這是從小吃到大的美食 非常有基隆故鄉的味道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丁克宇 基隆報導 謝謝